首先表达一下 我特别喜欢你们 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当事人 喜欢你们这样 朴素的故事和情感 因为我知道 那样的日子有多难 那样的情感 有多么值得珍惜 那样的日子 有多么值得回忆 我只要是碰上这种小两口 辛辛苦苦 白手起家的故事 我就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情感 我特别看不得你们分开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无论现在过的日子有多好 我总是会回忆 以前的事情 我跟我老婆依然会躺在床上 想念以前租房子住的时候 我们经常开车在路上 当我的孩子小樱桃 睡着的时候 我和我妻子回忆 以前开那小破车的时候 其实刚才男生有一些话 的确让人感觉到心酸 她说我的车从来就没有加满过油 她说我就想买点压脖子 我想让你转给我点 你却不转 我想告诉女生的是 我的妻子不会这么对待我 另外 我平时也偷着买点东西 但是如果我要 瞒着老婆去买一辆 家里面这么大件的车 我说实话我不敢 虽然家里的钱都是我这么 但我不敢 为什么我妻子不会那样对待我 我也不敢去擅自做这么大的主 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妻子 一路同甘共苦 我们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爱对方就像爱自己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敢 她也不会那样对我 她买车是有虚荣 虽然她编造出很多 这些车有实用的理由 但其实她就是喜欢嘛 对吧 对 所以其实细细想来 很多苦日子变得过好 就像我自己一样 你会发现 支撑我们 度过那些艰难日子的时候 不是靠道理和算账在支撑的 其实账越算 人就越冷漠 道理越说得明 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远 日子为什么说它会过去 我们总会变好 其实说白了 还是心底里面 对对方的那些心疼 让这种朴素的情感 一直保留着 等将来你回头 看一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种情感 多么值得珍惜啊 那种岁月 多么值得回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 彼此珍惜 爱对方就像爱自己一样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